第1791集 那就得当心了 南宫英看向远方 他右手一搭 苍穹之功出现在手中 他轻和道 什么人 还不信身 随着南宫英的贺声 一个手持碧色笛子的女孩 出现在两人的视野里 她的速度很快 几乎是在一瞬间 便来到了两人的跟前 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她的年纪不大 但是她走起路来很飘逸 叶浩轩看不出来 她的实力到底有多强悍 但是 她的神情以及冷冷的表情 与李延新有些相似 佛家无心 女孩自报了名号 李延新是你什么人 叶浩轩脱口而出 我师父 怎么 你认识他 无心看了叶浩轩一眼 虽然他有些诧异 但掩饰不了他身上那股冷冽的气息 但他这一句反问 便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 我认识他 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里吗 我师父从来不和外人打交道 你既然认识他 那就应该知道他在哪 无需我说 无心的语气和表情 简直和李延新一模一样 好吧 我不问 叶浩轩让自己镇定了下来 然后他看着无心 这些血傀儡是你的 我师父的 他教了我驱使之法 然后我就带着他们来这里受力 怎么 有问题 他人在哪里 叶浩轩又问 他现在只想多知道一些 关于李延新的事情 因为自从上一次见过李延新之后 两人恩断义绝 这些事情一直在叶浩轩心里 让他无法超脱 修行 无心看了叶浩轩一眼 你认识一个叫叶浩轩的人吗 怎么 我师父说了 如果见到他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 无心盯着叶浩轩 你认识他吗 南宫阴一瞪 就想上前去和无心理论 但是他被叶浩轩拉入了 叶浩轩苦笑啊 我就是叶浩轩 你想怎么样 你就是叶浩轩 无心笑了 那巧了 我要杀的就是你 姑娘 恕我直言 你杀不了我 你的实力 充其量是舞者天井的巅峰 距离半玄道还有一些距离 我不知道你这么年轻 是怎么修炼上来的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打不过我 我是打不过你 但是他们呢 无心说着横起竹笛 欲止微动 一阵急促的笛声响了起来 随着他的笛声响起 那历在当场 目光暗淡的五名血亏类 在这瞬间 双目变得赤红了起来 当心 叶浩轩把南宫营 护在身后 他喝道 无心 我和你师父之间有误会 我也不想伤了你 你快住手 无心不理会叶浩轩 他只知道叶浩轩 是师父提醒他 要小心的人 现在遇到了叶浩轩 他自然要小心 随着他手中的笛声 越来越急促 五名血亏类 像是被穿了线的木偶一样 齐齐地抬起头 然后举起了手中的关刀 向叶浩轩猛地扑了 扑 南宫营手中的苍穹之弓 一箭射出 一道白色的剑芒 在半空中一分为三 三道剑光 分向三名血傀儡 他手中的苍穹之光 那算得上是一箭灵器了 有无坚不摧之城 但是射在这些血傀儡的身上 却只是让他们的脚步 组了一组 其中一名血傀儡 手中关刀远转一周 然后大步上前 扑通一声 就落到了南宫营的跟前 他举起了手中的关刀 向着南宫营斩落 南宫营迅速地后退 然后灵巧地闪开 但是血傀儡的速度更快 他急速地向前齐远 五把关刀同时斩出 把南宫营所有的退路都封死 叶浩轩 你再不出手 我就被他们给砍死了 南宫营回过头 他有些恼怒地看着叶浩轩 他不管叶浩轩 再怎么和他的前女友感情深 但是现在这些人 明显是想要他的命好不好 叶浩轩怎么能忍心就这样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被这些家伙们砍成肉酱 我再说一次 停手 叶浩轩回过神来 他右手一抓 太长出现在手中 他的脸同时也沉了下来 现在的李延心 已经不是昔日的李延心了 他不知道他是怎么调教出来 这么厉害的一个徒弟的 但是无心伤人 已经超出了叶浩轩的忍耐极限了 南宫阴速度上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即使他在这五名血傀儡的围攻中 他还是能游刃有余 要知道 这几个家伙的实力 已经是赶上金丹出城的境界了 他们手中的关刀虽然一板一眼 丝毫没有出彩的地方 但如果被关刀稍微地触一下 南宫阴至少得落个重伤 他轻笑一声 一跃而起 半空中的他大功上弦 然后猛地一剑 向无心射出 一名血傀儡及时出现 他手中的关刀向前一挡 接下了南宫阴这一剑之后 便把关刀重重地顿在了地上 他像是一尊铁塔一样 守在无心的身边 而其他的四名血傀儡则是继续地进攻 停手 叶好轩沉声喝道 他手中的太长光滑四溢 一道剑光已经引燃形成 你省省吧 我是不会让你再利用我引动九天心理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七沙突然火转了过来 他对叶好轩嘲笑地说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地球了 想调动心理 恐怕有点难吧 况且现在是白天 所以这一次你就等死吧 如果我死了 就再也没有人 能把你从太长中解封出来 你确定吗 哼 叶好轩冷笑了一声 七沙这家伙始终不甘心 他时不时地就要蹦出来 给叶好轩找点麻烦 你 果然 七沙被叶好轩给噎的 几乎说不出话来 他兴兴地把脑袋缩回去 不再理会叶好轩 但是叶好轩现在确实 调动不了心理 因为这个地方是未知的世界 他不确定 是不是宇宙中的唯独空间 但是他觉得 七沙这孙子一定会有办法吧 我让你回去了吗 叶好轩强行把七沙从剑中给撸出来 你还想怎么样 七沙有些恼怒地说 我说帮我调动一次心理 调动不了 这不是在地球 这也不是晚上 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这一次我帮不了你 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是吗 叶好轩笑了 他悠悠地说 调动不了也没有关系 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 我说过 只要你助我 得到我想要的 然后我就会放了你 但如果你现在让我死了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你的一辈子都待在里面 你知道 太长的前身是凶兵修罗 他本身是带着力气的 如果没有我的掌控 他就会渐渐地失控 到时候会把你身上的心力给抽得干干净净 最终你的这一缕分身 就会彻底地消失在三界五行之中 这难道 是你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叶好轩 你 齐沙被叶好轩给说得是哑口无言 确实 现在虽然他被叶好轩利用 但是叶好轩答应过他 只要叶好轩得到想要的东西 从此以后 就不会再为难齐沙 但如果叶好轩死了 那齐沙就完蛋了 他将会被永远地奉存在剑中 而且叶好轩的话也不是在危言耸听 如果说这把剑真的失去了叶好轩的控制 胸情可就会渐渐地显现出来 到时候会把它给吸得干干净净的 连这儿都不剩下一点 叶好轩的这句话 还真的把七沙给吓住了 他沉默了片刻 然后咬牙切齿地说 行 那我就帮你这一次 不过 你要答应我一些条件 你想要什么条件 现在可以提出来 只要不是太过分的 我都带 叶好轩微微地一笑 我现在还没有想起来 等我想起来的时候 我就跟你提 七沙咬牙切齿地说 好 一言为定 你要怎么帮我的 我用一缕元神做引 助你引到心里 但是你要清楚 这不是地球 但是这也是宇宙中存在的一个维度空间 它的出现是一个谜 但它还没有跃出我们所在的这个平行宇宙 但是心里能引出来的大小 这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行 没问题 叶好轩一点头 然后他向南宫英喝道 别跟他们斗了 交给我来 南宫英一箭逼退了几个血傀儡 然后他一个闪身 闪到了叶好轩的身后 他带着一副 幽怨的眼神 看着叶好轩 怎么 你现在终于想通了 我一直想通了呀 但是我刚才在琢磨 怎么对付他们 叶好轩一副无辜的样子 虚伪 南宫英摆了叶好轩一眼 然后站到了一边去 他知道 只要有叶好轩出手 那几个人根本不在话下的 四名血傀儡迅速地向着叶好轩围了过来 叶好轩抱贺一声叹 他大步上前 手中倒托太长 然后他双手紧紧地握住太长 对着四名血傀儡一箭展露了下去 呼 一道狂风凭空出现 湛蓝色的光滑在这瞬间爆起 将四名血傀儡击退 叶好轩一步踏前 身形伏在半空中 他双手紧紧地握着手中的太长 八地而起 他手中的太长在这瞬间似乎有了千斤重一般 随着叶好轩手中的太长举起 原本明亮的天空 在这一瞬间暗淡了下来 无数星光展现在半空中 这些繁星虽然不如这地球上的星光璀璨 但是同样的夺目 半空中 一道浓稠的黑影形成 然后一个漩涡缓缓缓地出现在半空 紧接着 银亮的星王化作了一道光柱 自天而降 源源不断的星力被抽入了叶好轩手中的太长中 叶好轩抱贺了一声 他手中太长向前一个横扫 你快点 我快支撑不住了 这里面的星力太过庞大 我浑石受伤 我现在根本就承受不了这么庞大的星力 七杀在叶好轩的意识中吼叫了起来 万丈的星王在这一瞬间 把那四名雪傀儡给围了起来 然后一道光冲天而起 无数的心力向四面八方波动而起 以叶好轩为中心 方圆数公里都被移为平地 叶好轩一键展出之后 便缓缓地落到了地下 无心仰天一口鲜血喷出来 他两强后退 余下的一名雪傀儡护在他的跟前 当他抬起头的时候 之间的四名雪傀儡身上的金甲扭曲不定 这几名雪傀儡倒在了地上 像是失去了战斗力 还要继续吗 叶好轩一手持太长 沉声喝倒 有本事 你杀了我呀 胡欣也是一个比较倔强的女孩 哪怕她现在因为心里的反噬受了重伤 但她还是那么一副不屈的样子 果然还是跟颜辛一样的性格呀 叶好喧小了 她摇摇头 收起了手中的太长 然后道 你走吧 回去告诉你的师父 如果有时间 我想见她一面 我师父从来不见外人 她会见我的 她最不会见的就是你 吴欣冷冷地说 因为她提起你的时候 每次情绪都会有所激动 我师父已经练就了不灭佛心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她都会淡定的 但是她一提到你就会激动 这说明你就是她的仇人